阿弥陀佛 父皇 若芸王府一事事真 此人又如何会丧命 况且 此事事发突然 幕后之人在短时间内 便灭了宫中之人的口 想来 不是云王府 能力所及啊 父皇有疑虑 儿臣并非不明白 只是此事 盘根错节 万一有人存心嫁祸 除去了云王府 那下一个又会是谁 这便如三国鼎立 动一个三国王 父皇一向英明 有些千秋大计 不在一时 益儿果然是敬意了 朕是时候放手 让你去办一些事情了 这件事益儿去办 传朕旨意 三皇子叶天逸 自即日起 坚果 灵旨 儿臣谢过父皇 朝中近来虽无大事 却所事不断 父皇还是要多保重身体 嗯 三殿下 皇上真的收回承命 不再软禁云王府的人了 父皇查清此事 是有人故意谣传 我此番前来 正式要撤走 云王府府外的侍卫 顺带来看看你 太好了 不过 皇上偏听偏信 难道就不该道歉吗 月儿 不许胡言 本来就是 明天我一定要去找 皇上姑父 好好理论一番才行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或许是有人借着此事 故意离间 云家和父皇的关系 你这么一闹 不是让皇后为难吗 你说得也是啊 反正这次还是多谢你了 跟我说什么谢 以后不许这么见外了